我今天嘗試想要把我這支 Sansung Galaxy J72016 恢復成主場設定 這是它原本的樣子 因為我就是2月19號那天 就是我幾乎所有APP全都不見的那一次 這就是它的界面 所有東西幾乎都不見了 但是那個時候很神奇的是 我下載的東西居然還在 但是它甚至有一些APP 直接連帶影響了 甚至是內建的APP 三星網際網路都不見了 現在給我們看 這個應用商店 它才剛進來 它就馬上停滯了 然後 備忘錄 備忘錄也是會停滯了 Google Play之類的 也全都不見了 我們去看一下設置 應用程式 應用管理員 就感覺好像 我的這些APP 全都是被迫移掉的 我完全沒有動到什麼出場設定 這樣子 就像是這個是PVLive 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然後它就完全偵測不到 就像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我載了一個磁碟箱 明明就看起來 很多東西都沒有 都沒有出現 但是 它的System Data 卻要5GB 這個就很不正常了 因為通常APP 都被吃掉了 但是它卻沒有顯現 就是這樣子的 方便捲 然後也有很多 APK也都是不能裝的 因為PVLive商店不見了 就像是 這樣子 然後 這個介面栓 就是不見了 我就決定 要把它重設 為原廠設定 可是既然上次的原廠設定 我就是卡在三星帳號那裡 我去帳號這一看 三星帳號 然後 給它 移除帳號 然後我 假裝忘記密碼 因為 它瀏覽器也都有間 所以 就一停止 就常常這樣子 所以 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下載的東西 好 就決定給它硬回覆 那好 我現在 決定 硬回覆 那硬回覆 要怎麼做呢 做這個一定要下定心理決心 我已經將我的資料備份好了 所以我們先關記 其實這個振動器是壞的 然後說硬回覆 嘖 就是真的是有點怕怕的 就像是Rot那樣子 應該不會失去保固吧 我看別人說 你要去透過組合鍵 音量上 然後加上電源鍵 挑釁 麻煩 可以 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